他说 龙树传的宗观跟吴佐传的维士 这两大派宗龙树菩萨传养一切法性空 一切法性就是一切法的次性空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叫做一切法性空 所以后来叫做性空会 大圣就是徐伯山药里面 很重要的性空会 徐伯山药有三心 普提心 大悲心跟性空会 那么这个性空会就是 知道一切法无自性 一切法空的智慧 其实就是无法的智慧 那么观会比较直接简要先 因为这个是直一般的精细 而作论的 他说如龙树的大制度论 就是波尔经的广式 那么再讲到一切法空性这部分 我们除了大制度论比较广论 它说它是波尔经的广式 那么大制度论基本上 我们说到这个波尔经也有很多 波尔经我们说有原始波尔 有下品波尔 有中品波尔 有上品波尔 那么这个原始波尔 原始波尔就是比较最早的波尔 它大概相等于现在 那么直柳家政翻译 那道型波尔的道型品 这个是原始波尔的部分 它还没有讲到空 那下品波尔基本上就开始流了 那大制度论是大 大就是摩合 字是波尔的翻译 它基本上是摩合波尔波尔蜜 字是波尔的意思 大是摩合的意思 度是道彼岸的意思 就是波尔蜜 波尔蜜 论就是解释这个经的 解释摩合波尔波尔蜜经的 四经文 这解释这个经的 那这个摩合波尔波尔蜜经 基本上翻到中国来也有 纠摩合波尔蜜都有翻 有小品波尔 小品波尔 它也叫做摩合波尔波尔蜜经 那为了分别它 把它叫做小品波尔 它是十卷本的 后来就把它叫做小品波尔 十卷的叫做小品波尔 三十卷的叫做大品波尔 十卷本 纠摩合波尔蜜两本都有翻 十卷本的叫做小品波尔 三十卷本的叫做大品波尔 那么大致的论是解释三十卷本的 三十卷本的大品波尔经 就是摩合波尔波尔 因为都叫做摩合波尔波尔蜜经嘛 它都是有十卷的 有三十卷的 那十卷的它叫小品波尔 小品波尔一般我们叫做八千颂波尔 最早也有可能四千颂八千颂波尔 三十卷波尔是两万五千颂波尔 或是从一万八千颂到两万五千颂 两万五千颂 就放文了 你看就两万五千颂八了 波尔 那这个 这个有时候叫做中品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给它称呼叫做小品大品 在印度它基本上是分这样 就是下品 中品 这个分不一样 这个是上品 上品波尔是十万颂 就是十万颂 中品波尔就是两万五千颂 下品波尔就是八千颂 但是我们为了要分别这个 把它分成小品跟大品 跟这个下中上品分得不太一样 那 玄奘的大波尔经 六百卷的大波尔经 前面的四百卷就是十万颂 玄奘的大波尔经 它是结合很多波尔经的 那十万颂 前面四百颂 它是十万颂 然后把它编在一起的 那这个中品就是这个摩托波尔经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是大制度论就是在广说菩萨道 它里面也讲到很多所谓的一切法工的问题 好 那这个是有关再解释波尔经的 我们说波尔经其实也 这是一个概念而已 那这个波尔经也有初期也有后期的 那初期的波尔没有讲到空 它就讲无我 那后来就讲空 后期的波尔 后期的密教的波尔叫做里去波尔 它已经讲不空了 里去波尔 这个是密教的波尔 它已经讲 这个是后期的 它已经讲不空了 有空有不空了 那初期的是讲空 我们更原始的是讲无我 其实是这样的 好 所以一样是波尔经其实也有很大的差别 不过初期的波尔经基本上大概都一样 就是讲一切法工 那讲空有分 本来是三空 后来就变成七空 后来就变成十四空 后来变成十八空 最多好像讲到二十三空的样子 空空大空有为空无为空 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 一切法空 有为法空无为法空 就很久 我以前念到波尔经的时候 那天到我已经当然上空 我现在很久没念 不然就是 它前面就是一直讲 那么原来空就是讲无我而已 后来你在哪里执着我 在哪里给你讲空 后来就越来越多空 本来就是三空 后来七空 后来十四空 后来十八空 十八空是比较常说的 然后后来最多好像二十三空 讲到非常非常多的空 那这个也是越后面就越多了 好 那他说因为 其实依波尔经系 但是我们说的就是荣树那个时代 荣树之后的波尔经还有 还有李去波尔 那个时候已经讲不空了 那古荣树的大制度论 就是波尔经的广式 据说修摩罗斯没有全关 没有全关就一百点 如果全关就更多 就是修摩罗斯已经把它简要化了 因为修摩罗斯翻译的重点就是 意义而且会简要简单 就没有全部翻了 玄奏就不是 玄奏就全部翻了 那么荣树的中论 这里讲到荣树的著作 他基本上讲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中论回正论 然后我们来看 但是一般传说的西藏传说的所谓 有所谓的理据六论 第一个当然是中论 这理据六论里面也没有包括大制度论 就是主要在讲空的 一个中论 第二个是七十空信论 这个我们没有翻过来 但是到民国的时候 法尊法师有翻译 法尊法师翻译了很多西藏的 西藏的这一些书 路菩萨行论 像七十空信论 这个回到赤地拱论 我们就是他有翻一些西藏的 那其中有一本是七十拱论 这都民国才有 这个是传到西藏 但是我们没有翻过来的 六十如理论 有时候叫六十正理论 或是六十宋如理论 那这里也有 六十正理论 或是六十如理论 七十空信论 那还有十二门论 十二门论不在 西藏可能没有传论怎样 还是不认为是荣述的著作 所以就没有列 就是有不同的说法 那导致这里也是十二门论 那我们说十二门论跟百论 那么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 它差别就是中论 就是中文在讲一些法国险政的 那么百论就破斥 但是它就是从 它从几个重点里面来破斥 神果的概念 一 亦 秦 臣 因中有果 因中无果 藏 断 空 那么这一些去讲 这一些是破斥 你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 所以百论比较重 重在破斥邪说 那么 那么 这个中论比较重在显阳正理 就显正 就显阳正理 显阳这个正说 正理 就是什么空 空心 那么百论比较破斥邪说 那中论比较重在显阳正理 那十二门论就在解说这个空论 那么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重点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也就是变成破斥邪正 一般我们讲破写显正 那显阳正理 破斥邪说 然后再详细的解说空论 这变成十二门论 那这三本 这三本著作的特性不太一样 那十二门论当然就是分作十二门 那从因缘门到深门 然后能够进入空论 那这十二门里面 大家查一下就有了 就是从因缘门 从因缘门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有果无果 第三个就是缘 第四个就是像 我们写一下好了 基本上就把它写下来 那 这个十二门 十二门就是从 从十二个地方 然后去解说这个空 从十二个地方去解说这个空 那第一个就是因缘门 第二个就是因缘 第二个是所谓的有果无果 因中有果无果 那第三个是从缘 从缘上去说 第四个是从像上去说 第五个是从有像无像 第五个是从有像无像去讲 第五个是从有像无像去讲 有像无像去讲 这种概念 第七个是从有像无 这种概念 第八个是从性上去说 这个是从像 这个是从性 那第九个 第九个 第九个就是第九门 那么是从因缘 那么是从因跟果上去说 那第十个 那第十个 第十个就是从 作上去说 第十一个 十一个是从三世 过去现在未来 上去说 第十二个 最后一个 就从身 上去说 这个是十二门 这个是十二门 那如果是百论 我们讲一下 这是十二门论 从这十二个观 观点去讲 那百论的话 破斥 我们也来看一下 今天要讲 就稍微 让大家知道 因为我们很少去看这种书 那百论 破斥是破斥 拿九个观念 百论 这是十二门论 那百论 它就是破斥邪说 就破什么呢 第一个 就是破神的概念 神罗的概念 第二个 就破斥 依的概念 第三个 就破斥义的概念 依跟义 那十二门是解说 十二门是解说 那这个是破斥这些 从这门里面 去了解空音 这个是破斥邪说 不太一样 那第四个是从寝 有寝的众生 就从这个寝上 那么去说 那第五个是从尘 那第五个是从尘 进尖 第六个 是从因中有果上去说 破斥 第七个 从因中有果 这就是当时的一些外道的一些看法 那么他一一的来破斥它 第八个是从产 第九个是从空 那么大概从这几个角度去破斥 那么大概从这几个角度去破斥 它有百论 中论百论十二门 那中论我们就比较常知道 就从八部的角度 然后去显扬空一 好 那他这里 他这里 我们看导师的 就是荣述的中论 七十空信论 那么这底下都是荣述的著作 六十宋如理论 或是六十如理论 这个我们也有翻译 翻译就是六十宋如理论 《大战经》里面有 七十空信论就没有 是民国的时候法学法师才翻译的 那么十二门论 十二门论有 我们也有 那回正论 回正论总共有七十一个计 那回正论一般来讲 是比较在破斥圣论的 破斥那个 应该破斥正理学派的 破斥正理学派的 就是六派哲学里面 我们说过 初期大圣基本上他 佛陀时代主要针对的是六四外道 那么大圣 特别是初期大圣 针对的对象 已经从六四外道 转到六派哲学来了 那时候六派哲学的兴起 所以有很多都是在破斥六派哲学的 那回正论就是在破斥正理学派的 六派哲学基本上就是素论圣论 那么瑜伽正理 弥漫差非常多 所以我们有想过 想一下 回正论 比如讲说 因为正理学派也讲量 比如说他里面有一个就是说 那你强调一切法空 他自己举一个例子来说 因为他们有这种学说 他说他用回正论 他用那个正理学派的观点来讲 你说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本身 本身这个法空不空 如果你本身这个法空 那你怎么可以用一个不实际 不存在的法来迫失我的东西 因为你本身就不存在 你这一切法空也是空的 你这个本身就不存在 那如果你一切法空不空 那你怎么能够证明 我的也不存在 我的是空的 他就是变成说 就是这个语言上 荣书就回答他说 荣书就说 依他依你这个问 他说我讲的一切法空 只是言语上的 来说明这件事 并不是正性本身 不是来指涉这个事实的存在 而只是言说来说明 就是用一切法空这个概念 就是明言 那么来说明这个东西 来说明这个理的 那么只是来指涉这件事情的 类似像这样 我们讲说 回正论里面来讲的这些东西 就是一般研究是比较偏重 在迫失正理学派 那六派哲学 初级大圣跟六派哲学 有很多的很深的关联 那佛陀时代跟六师外道比较多 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在讲他们的错误 或是纠正他们的 那初级大圣 很多都是在纠正六派哲学的东西 六派哲学基本上都是依废头为主的 尊废头的 这是尊废头的 尊重废头的权威传统 又是外道不是 又是外道是反废头的 那这个是后来的婆罗门 那所以当时的沙门是反婆罗门的 那后来婆罗门发展出来的 就是还是尊废头的 基本上就是六派哲学 就是后来的婆罗门 他有分这六派 但是他不完全是婆罗门的 就是我们讲素论圣论 这个是当时的六派哲学 素论 圣论 然后瑜伽 瑜企学派 正理 正理学派 那通常是说回正论 是在破斥正理学派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弥漫差 废坦多 这个弥漫差跟废坦多 跟宗观也有很深的连结 就是很多东西也在讲他们的 弥漫差 那么跟废坦多 废坦多的说法跟佛教的也很像 跟宗观的也很像 一般来讲 回正论是在讲 回正论是在比较针对正理学派的 好 他这里讲到回正论 他总共七次一个计而已 宝曼论 那个宝曼论 宝曼论其实是荣述写给他的一个朋友 他的朋友在做国王 所以中文也有翻译 他叫做宝行王政论 宝行王政论 那么是真帝翻译的 宝行王政论 那么他为什么叫宝曼呢 因为像国王 就是他跟国王进言 就是花梦 一串一串的画 这些是花梦 那么就是宝 就是龙树他有一个朋友 不要再来一个国做国王 那龙树写给他的信 龙树写给他的信 劝他就是告诉他的好朋友 应该要以佛法来治国 那里面讲的一些内容 书信 那中间有讲到一些 就是里面还有谈到一切法空的概念 书信里面还讲到一切法空的概念 所以他这个叫做宝曼论 那其实是 其实这个是龙树写给他朋友的书信 另外这个都是龙树的 那这里面 宝曼论 回正论 十二门论 六十宋如理论 七十空宣论 中论 二三四五六 那十二门论没有包括在 没有包括在这个 西藏传的这所谓的龙树的 李俊佑论里面 那十二门论没有 但是加了一个所谓的经研论 那是有所谓的经研论 这个是传说的 那导师这里是没有经研论 那有所谓的十二门论 好 经研论有所谓的经研魔论 那这个是比较讲一切法空的 那就是导师举的这六部 一二三四五六 那么把十二门论换成经研论 就是西藏 西藏讲的李俊佑论 好 这个经研魔论 法尊法师也有翻译 那通常是说它是在破圣论的 这个是破正理的 所谓正论 那这个是在破圣论的 这个是破正理的 这个是破正理的 正理学派的 破正理学派的 这个是破正理学派的 这个是破正理学派的 他讲十六句意的 那差别就是 导师讲的这六部 基本上就是他以十二门论 他讲他列十二门论 那一般就是 一般就是以这个 因为这个我们之前也没有 之前我们也没有 这个也是法尊法师翻译 这个法尊法师有翻译 这个七十空顺也有翻译 好 还有提博的百论 提博的百论 不过这么多论里面 都没有放文本 只有中论跟回正论有 中论跟回正论有放文本 其他都没有放文本 不知道去哪里 那么这一些 这取的这一些都是 依《般若经》而作论 以发挥一切法空的法 那我们说《般若经》是 初期大圣流行当时的一种 就是另外的一派 我们说初期大圣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 那么以佛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为主的 比如说花园界 光行 比较重这个 特别重发菩提心的 那讲十地菩萨接位的 那讲佛国信主的 佛中三位经 这个无量寿间 阿楚国国间的 讲一切众生 必尽成佛 唯一大圣的 不二无三的 花花间 那讲这个 批判这个僧文的 文书般若 般若间 这是另外一个 般若间是 其实这些都是同史都存在的 所以在初期大圣流行的时候 从各种不同的地方 然后经过这样的酿量 那么来不同的大圣 大圣的流派 那波勒金是相当流行的 那龙树是比较依波勒金 那么多里面 但是龙树是综合所有的大圣 所以它是大圣的极大圣 初期大圣的极大圣者 但是它比较依波勒金 比较依波勒金 好 所以这一些 你看这一些这么多 都是依波勒金 作论 这个都是他写的论 他写的论 论 论基本上是在解说 解说这个经的 或是在阐述这个经义的 解说这个经的 解说这个经的 叫做四经论 阐述经义的 叫做中经论 这个不太一样 就是四经论 就是解释这个文义 解释这个经的 解释这个经的 叫四经论 那么在说明发挥 这个经的 这本经的道理 或是这个观念 它不一定是哪一本经 或是很多不经 那个比如说中论 这个就是中经论 它不特别在解释哪一本经 它在讲一切法公这个经论 波罗经一切法公这个经论 这个叫中经论 比如说中论就是中经论 十柱匹菩萨论 它基本上是解释 十地经的 所以四经论 比如说大致多论是四经论 它就解释摩托波罗波罗密经的 那中论就不是 它是解释波罗经里面的一切法公 在阐述这种道理的 所以它就说中经论 中义 然后这个是不太一样 好 那这里很多基本上 像中论 七十空心论 六十中如理论 十二门论 回正论 保曼论 这个基本上都是 比较是属于中经论 那大致多论 像维世的里面 俱舍论 那基本上也是中经论 那这个 大致多论这个是四经论 十具菩萨论也是四经论 好 那提波的百论 那么公论是依波罗经作论 化为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所以波罗系的 波罗系的诸经 及荣述学系 荣述是依波罗经 但不完全是 像大致多论 这基本上是综合所有 大圣经典的 初级大致多论 那么的诸论 与此波罗学的解形来说 可说是最亲切不顾的 那导师有一点点偏向 一论通经 也就是说 你怎么样去理解波罗经的 这一些核心 荣运 运顺导师基本上 他偏重叫做一论通经 那论是在解释经的 那么你没有办法 你自己看可能不太清楚 所以他通常导师会比较 运顺导师 一论来通经 所以他比较重视 从论下手 从论下手 但是论 我们说它有两层障碍 一个是文字上的障碍 一个是文化上的障碍 论其实不容易读 不容易读 而且论是依据 写论的人 他的主观意识 有时候是也会带进去里面 所以你有很容易的受他影响 但是论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会比较 他有解释 那么他会从 从他的角度上去理解这种东西 比较能够带你理解 但是因为他那个翻译的问题 或是明眼的问题 有时候你读论 比读经还难读 你就论反而不容易懂 本来看着还懂 看到论之后你反而不懂 容易有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讲解释经的 解释法跟律的都叫论论 律也有论 律也有论 就是解释这个律的也叫做论 那后来就偏向经 那么解释经的叫论 那论看不懂怎么办 有书 所以他就是这样 尖解释的叫做论 因为你读不懂 所以说给你解释 所以叫做论 那论看不懂怎么办 有书 所以叫论书 那书再看不懂怎么办 有抄 叫书抄 那抄后面再解释什么 叫笔记 那一般都写到这里 那后面还有所谓笔记 超计 所以说计笔记 所以什么什么超计 越后面越看不懂 因为他名项越多 这里如果有两个名项 为了要解释这个名项 他可能用了六个 那书要解释这六个 可能用了十二个 或二十个 那要解释这二十个 用了三十个 我就这样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麻烦 所以你这个本来看得懂 这个看不懂 那看不懂 要看得懂 要论书 书看不懂写书 书看不懂写抄 书看不懂写抄记 越看越不懂 你会发现在有这种情形 但是如果你懂的话 当然就是 你不懂 你只有这个看懂 我看懂了 这个不懂用这个来看懂 也有可能这样 但多数我发现 有发现 你是越后面越看不懂 不然你试着看看 你会发现很难懂 就经论书抄记 所以你看 什么经论 什么经论 什么论 什么论 再解释这个经论 论看不懂书 论书 什么什么书 书看不懂 书抄 什么什么抄 抄看不懂 抄记 律当然也有 律也有解释 但是因为后面名相越复杂 概念越多 所以越来越复杂 越来名相越多 反而越不懂 所以有一些部派众论 有一些部派众经 像经部就众经 有部就众论 部派里面 有部就众论 有部众论 阿比达摩 那经部其实是众经的 他比较不是通 论论太复杂了 那 像有部的发誌论 你要来看实在是也不容易看 那个比较是 也是像中心论 那我们说 有时候 你看大誌论就好 大誌论里面 也是一个概念 有时候用很多 那列举很多的解释 那有时候你看得太复杂了 那记不了那么多 或是你会通不了 你就会很辛苦 那议论导师基本上他 从论上他得到很大的受用 所以他会比较主张议论通经 那由经再发挥这个论 论是从经来的 那中经论是透过这个经 然后他去发挥的 那世纪论也是 那么解释这个经 比如说 你看大誌论就好 如是我闻 什么是如 什么是是 什么是如是 什么是我 什么是闻 然后什么是如是我 就解释非常非常多 比如說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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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所以你看論要看 尤其是文字上隔閡 文化上的隔閡跟文字上的障礙 这两个部分有时候 让你更不容易读懂这些论 他说 荣素学系中医波罗的诸论 与此波罗学的解析 就理解跟怎么去实践 那么所有的理论都是要让你去实践的 去观的 你怎么观无我 那什么是无我 你了解了你才知道怎么去观无我 那是像这样 那么可说是最亲切不过的 这当然是老师讲的 波罗诸经论与此最亲切 那么所谓的亲切就是 这一些比较能够深度发挥 无我的生意 现在就依此来叙述 那现在就是从这里之后来讲 依这些波罗经的这些论来说明我 所以这些都是依中论的 诸佛一二帝会中生说法 这个都是依中论 那后面世俗假事舍这些 也是依论的 依论来说的 所以他说 他说现在依此来叙述 那么有一大段 当然这个都是依这个 这里全面都在依这个论来讲的 那讲到哪里呢 后来就讲到这个维世这边就是 末了复说大圣三系的特点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大圣三系特别重要 这个是最后讲这个流行的这个部分 那么 无我无我所 我们看到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 这里是中关学派 这里都是在中关在讲无我的 讲看到哪里呢 看到三百八十二月 那么这里是在讲 修习中关型无自性分辨 那么这里开始就讲中关 那前面都是其实就是在讲无我的 那其实播的就是讲无我无我所的 那后面有讲 那这里讲到说 修习中关型无自性分辨 然后这里中关是圆满诸功德 法性本无二疗愈不疗愈 然后我们稍微来看 那讲缘起 三百八十九月讲缘起 也还是依中关的 也还是依中关的 那么到三百九十二月就依为四的 次说虚妄为四心 那当然前面这些都跟中关有关系 那主要 所以他说 三百九十二月这边就是讲为四的 次说虚妄为四心 那可以说从这里之后都是依中关来说的 诸佛一二地 依费众生说法 这边开始都是依中关来说的 都是依中关来说的 但是这一部分中关基本上就是不离开无我的 就是说我们说从三百五十八月这边 那么一直讲到无我元起 这边都依中关来说 那到了三百九十二月 这边基本上就是依为四说 去说虚妄为四心 然后后来就依如来藏说 就四百零六月这边就依如来藏说 没有在四百零二月不是在往前 四百月从四百月说 这里就是依依如来藏说 所以依如来藏依为四依中关 就是后来 就是中关 就是这个所谓的大胜三心 就是这三个 其实后面不多 后面其实不多 那么如来藏讲完了 那么后面就开始讲这个国土的 我看 就是晚了就是 四百一十四月这里 就修菩提心十三月 讲这里 就是所以他大概大胜三心 基本上就是到四百一十四月 中关为四如来藏 那后面就讲 菩提心修学的菩萨的十地 菩萨十地 成果之道大概就这样 好 那我们看 就是先了解他后面 他说复说大胜三心的特点 那怎么样的隆观 就后面 好 那现在开始 那么基本上这里就是 一中关来讲的 因为他是一中论 那其实就是一中关来说 那其实我们说 菩萨菩萨秘基本上就是 道彼岸的智慧 其实就是解脱的智慧 那就是无我 解脱的关键就是无我 生死的真结就是我见 我见有我爱 有我见我爱 所以造业 为众生说法 这个是中论里面的 那么一俗得真地 一真得解脱 那么中论里面是说 诸佛义二弟为众生说法 不义世俗地 不得第一 就是二弟 二弟是什么 世俗地跟圣义地 或是叫做第一义地 好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道理 他说诸佛的教话 一切佛啦 一切佛所证的是一样的 所说的可能不太一样 那不太一样是因为众生 那么众生的根性 或是不一样的时代 他可能就可能会偏壮的不太一样 那所以但是从理上来讲 说的也是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八正道就是八正道 那没有九正道 四弟就是四弟 没有三弟二弟 或是五弟 没有这样的 好 他说诸佛的教话 是以二弟为众生说法 好 我们讲到这个地的概念 地就是真实 这上次有讲过 地基本上就是真实的意思 在印度文化里面 它已经有所谓的定 比如说二十五弟 就是二十五种真实存在的法 就是自信 就是二十五弟 那么佛法里面基本上 像中论他是强调二弟 阿含清里面也没有二弟的概念 阿含清只有四弟 阿含清基本上是四弟 阿含清讲到地 这四弟 那四种真实 见四弟 那 印度文化里面有很多地的概念 比如说二十五地的概念 二十五种真实 阿含清只是讲四弟 大圣开始讲二弟 就比如说中论里面 大圣里面强调二弟 那这种概念是不一样的 四弟是苦即灭道 世间的四种真实 佛说是苦 真实是苦 那么日可令人 夜可令乐 佛说是弟 不可令依 普即灭道是弟 就是缘起的 从不同的角度来讲 很多说明是四弟 术的说明是十二缘起 就不一样 就是人的生命 这种现象 那这个是流转的 生命的流转 以及生命的解脱 还命 那流转的 从数的来讲 苦跟疾 数的来讲 因为苦嘛 这个是苦因嘛 所以 苦是怎么来的 我们讲 生老病死 又被老苦 这些都是苦 生老病死 又被老苦 又被老 那么这个生怎么来 就是种 取 爱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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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取怎么来 就一直讲 讲到就是什么 无名 所以就是十二缘起 无名行事 明色六路处说 爱取六 生老病死 又被老苦 那这个 这个苦的因是生 生的因 是取 取的因 是爱 那一直推到前面 爱 无名 所以无名 跟爱 主是主因 那么 由无名带动 那么 无名就是有我 直取有我 那个就是因 那个就是因 就是 从这个生 从这个苦因一直往上 那么苦的因是爱取 就是生命这种苦的因 它基本上是这样 你为什么会死 因为有生 那为什么会生 因为你有业 就有 就有 那为什么这个有 因为你有爱取 你有爱取 就会联系 那爱取怎么来 爱取是 就是你带着 你以有我见的概念 对这个境界 起直取 取贪爱 喜爱 喜乐 直取 那一般爱人叫做 爱喜懒如主 那 因为这样 你无一我见 对这个境界 直取 就是无名其事 尼色六六处 受 爱取 所以它就这个因 喜仪就是往上推 往上推 那以无名为首 就是我见为主因 然后造成我们生老病死又被老苦 那所以生命就不断的流转 生命就不断的流长 那灭道呢 那如果从这样来看 还灭的 无名灭 则洗灭 则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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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 它灭 那要用意什么方法 一八正道 那么要从我们阵线 之间的阵线开始做 然后要训练这个心 你这个副乐 无我的智慧要怎么升起来 无我的智慧要怎么样升起 要有定 无肉慧是从 无肉慧一定要有定 才能引发无肉慧 最低要有慧道地定 那这个定要怎么累积 要修 要有戒 配合 不要有障碍 然后第一个要先有正确的观念 正确正思慧 正与正业正密 然后要定 正面正定 然后引发无肉慧 然后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够灭 无名灭这行灭 才能够这样 然后苦最后才能灭 所以它是 你会发现到 四地跟原体是一样 它是不同层次的说明而已 一个是素的说明 一个是狠的说明 一个是狠的说明 又流转一个方面 气是这样 阿安基斯讲四地 那大圣基本上 是从佛教化 佛教化的这个地方 讲两种真实 这个二地 就是我们说的 这里叫做圣 世俗地 世间的真实 世俗地 一个叫做圣义地 那中论里面叫做地义 第一地 那如果从这个 龙树讲的四西坛里面来讲 那世俗地里面又分的三种 佛说法 龙树是把它讲做四西坛的 这种善巧方便 然后一个就是世间西坛 一世间的 一世间的习俗来讲 语言习俗来讲 一个就是 对维冷西坛 就是让 就是特别为 那个时代那个人 让他生善 生善 所以我会强调 这本经 这本经第一 念的这个菩萨功德 有多大 多大 就是维冷西坛 那另外一个是 对治西坛 专门针对 针对他来说的 这个是去恶 那么西善 这个是生善 这个是断恶 那么这个都是所谓的世俗帝 那么圣义帝就是第一亿西坛 第一 那如果 这个 这个基本上叫做世西坛 中论里面基本上讲世俗帝跟圣义帝 到了中国 天台中 特别讲三帝 那三帝的概念基本上 他还是一大事都认得 但是基本上 他可能就是在延迟上有一点误会 就空脚中 因缘所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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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这么说 有位三帝的概念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我说即是空 这个空是在讲这个圆 我们就说圆起性空 无自信 那么 一名为假名 一是中道一 那么这个假名跟这个中道 都是来诠释这个空的 那空是在说明我们 生命的现象 基本上是无自信的 这个是龙述讲的二帝 就是 这个是第一 所以这里 可以说 这里是世俗地 这里是第一帝 这个是世俗地 假名 中道 这边都是来解说这个空的 言语 我们解说这个空的 那这个 这个不是三帝的概念 这个是二帝的概念 这是二帝的概念 那三帝的概念 三帝的概念 三帝的概念是 这个赤者大师 这是龙述的 赤者大师基本上 也依这个圆起 他悟出所谓的三帝一心中的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一名为假名 意思中道意 一名为假名 一是中道意 哈 我说即是空 一名为假名 以是中道意 这个就中地 非空非甲 一空一甲 这个叫中地 所以就变成 即空即甲即中 就变成三地 这个是智者咖斯 独创的 特别误出来的 当然我们就说有文字上的障碍 基本上就是这样 或是文化上 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原本是没有三地的 如果有三地的话 基本上是中国的智者大师 特别的一种诠释 荣树是讲二地 安安静里面是讲四地 外道还有所谓的二十五地 几地几地也有 都不一样 地基本上就是讲 不好意思 忘记了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讲到一二地 讲到俗地真地 那么大家合赞合赛 愿以此宫的 愿以此宫的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接共臣佛道 接共臣佛道 有数字 我觉得有数字 如果第一 Node 有一元 那边都考虑在